好,来我们看第四题 Mr.KK,Keylan Kawo 要买那个窗帘 然后他Xmeter的花的 然后Ymeter的这个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的 然后他们加起来 not exceeding 120 不超过120 所以不超过120的情况之下 120可以吗?120可以 120可以吗?不可以超过了 119可以吗?可以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我是第一个equation 是我的X加Y会小过 或者等于120 这个是我第一个equation 然后the length of abstract 就是我的Y的 OK,at least最少就是 就是大过等于one third one third one third呢是三分之一的意思 length of abstract 所以我的第二个是Y 大过等于1分3X 所以我的X加Y小过等于120 然后Y大过等于1分3X OK,好 然后在这一边呢 他要你画这个东西出来的时候 我的X加Y小过等于120的时候 等于120先 X等于0 Y等于120 所以我的0 120是我的第一个点 然后Y等于0 X等于120 OK,你刷进去 0加Y等于120 这样的一种东西 然后你就可以拿到 那个X等于120 所以我就有120 0 OK 所以120 0 120 连接起来 OK,这是我的一条线 然后它是小过等于 所以是向下的 然后接着呢 我的那个 呃 Y大过等于1分3X的时候 呃 我用Y等于1分3X 所以我的X等于0的时候 Y等于1分3 乘于0 乘于0 所以00是我的第一个点 然后我的X等于 我放120吧 我要用30的倍数 3的倍数 这样我才会出整 输出来嘛 so 既然这边都有120 我都放120 so X等于120的时候 Y等于1分3 乘于120 那我拿到的是40 所以120多号 40 所以我的00 120 40 这边连接起来 然后这个它是大过等于 大过等于的话 它是向上 向上 OK 然后它的X大过0 Y大过0的时候呢 是这个 跟这个 所以我最后 全部符合条件的是在这一边 OK 解决了 然后 所以我 c from the graph determine the maximum length of the Fo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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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个 就是说我的X最大可以到多少 so你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你就用 你的扯 从这一边 从这一边 从这一边开始推 OK 你要拿X最大的号码 所以你这边的推推推推推推推 停下来 oh 这个 就是你可以拿到的那个东西了 然后 可是现在有一个难度就是说 你从graph那边 你看不出这个是多少 感觉它应该是多少呢 80 90 100 100 应该是90 所以 所以 应该是 所以你看它 它给你的答案是90 OK 所以我直接拿到的就是 X等于90 所以我的C 是X等于90 是我的maximum 这样 OK 你要确定自己的答案对不对的时候呢 其实你可以把这个扫进去 这个 这个是equation1 这个是equation2 然后你就sub2 into1的时候 我拿到的是 X加1% X等于120 然后我就有 4的3 X等于120 然后我的X等于百2 乘3 除4 然后我拿到90 OK 跟我算出来是一样的 OK 好 来 它要买60m的 那个 和80m的 这一个 所以60 80 我们从我的graph那边 就是说 abstract的是y y y是60 y等于60 phora 是x x等于80 你确定回应你自己的答案 这边 xm of phora 所以这个是x 所以80 60 你就看80 60 所以这两个合起来的时候呢 它其实合起来是80 都号 60 所以80 80 都号 60 呃 应该是这里吧 80 60 这边 呃 123456 80 60 对 60 80 也不对啊 所以80 60 你看8060有在它里面吗 没有 ok so it's allocate outside the shaded region 所以它不在那个范围里面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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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你 煮 你 你